這邊問一下簡少年老師 說想要改運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改起 只要避開日常的地雷 就可以創造好運 我就是研究指揮斗數 然後我們發現 每一個你出生的天干 你那一年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星星畫季 像我是丁年出生的 也就是這個1987年 所以我的這個巨門 巨門 看起來像1978 就是丁年的時候 巨門星會畫季 然後因為指揮斗數裡面 有專有名詞叫引動 就是說這個星星 如果再一次被呼叫到的時候 就類似我們講什麼 犯太歲的邏輯 就是你再一次被動到的時候 那你就會比較倒楣 所以我就想說 那這個邏輯是每逢十天 會有一天也是丁日 所以我在丁日那一天的時候 我就回去回推研究 就發現我那一天 真的超容易跟大家 起口舌是非的 要嘛是罵小孩 要嘛是被老婆罵 沒有罵老婆 不好意思 被老婆罵 要嘛就是跟同事吵架 然後要不然就是 在這個錄節目的時候說錯話 所以我就從此之後 我就丁日就是打死不出門 我丁日就會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連訊息都不傳 就別人問我說 老師今天可以跟你聊個思想說 今天丁日明日在意 就這樣 那大家每一個人 其實都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出生的時候 天干不一樣 那像這個 如果你是這個 乙年出生的 那就是像今天是乙日 乙年出生的是太陰化季 代表今天會怎麼樣 第一個 太陰星代表女生 所以不要靠近女生最好 真的難度太高了 所以我們只能說 太陰星代表別的 第一個 會有水 就是不要靠近水 或喝水小心嗆到 第二個是什麼 太陰星代表是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的時候 會覺得很不舒服 太陽下山 又會特別水 就這樣 所以 大家都可以 就是去看自己出生的那一年 到底天干是什麼 有十個天干 甲乙丙丁 物極更新人鬼 然後再查農民力 隨便下一個農民力APP 都有今天農曆是什麼日 那對你的那一天 你最好就是 不要做重要的決定 不要出門 像剛剛有一個工作人員 跟我講說 他這個是文曲心畫季 代表他是幾日 幾年出生的 所以他只要是幾日 會發生什麼事 他就會被騙 所以我說你那天 就不要跟大家討論 你比較不會被騙到 那怎麼算 那像我是1965年生 乙四年 乙四年那就是乙 所以篤林哥今天喝水 通常用嗆到 要出乙 然後太陽下山之後 容易不舒服 對 然後今天要避開女生 但是這個難度有點太高了 對 還好 我是男的 對 是旁地 對 那就是每逢乙日的時候 篤林哥就要早點回家 因為你就是 你只要太陽下山 你就會遇到月亮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不那麼順利 那十天就一次移 對 所以你只要知道 第一天之後 你就可以在行事上 每加十天加一次 是一個非常好的偷懶藉口 第十天還是第十一天 第十天 因為十天一個循環 就十個天干 我們這邊問一下佩佩說 你也曾經陪朋友去一間廟 問事情改運 對 結果你覺得 好虛弄 我覺得有時候不得不相信 你知道就是我的一個 很好朋友 他媽媽一直咳嗽 咳不止 然後那時候就去檢查 就發現有可能是肺腺癌 然後他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擔心 然後他就說 聽他朋友說 在雲林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 人家都叫那個神 他本來是媽祖 但人家都叫他 因為那個 對 這樣叫好像比較輕輕 就是任那個神明做長輩 然後那個 周媽聽說他在顯靈的時候 他那個小轎子會這樣子 動來動去這樣 他就說 那他的長輩都說很靈 因為在雲林有點遠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開著車 陪他一起下去這樣 然後因為那個要問事情 需要佔用周媽一段時間 所以必須要先打電話預約 所以我朋友在去之前 就打電話說 不好意思 我們想來問事情 然後大概一點到 請問這段時間可不可以 然後那個廟裡的人就說 看一下這個時間是可以的 這樣 然後我們就開開 好久好久的車 然後到了雲林那個廟的時候 我們停好車 一下去遇到廟裡的人員 那個人一看到我們就說 你們來了 然後他就跟著我朋友說 你媽媽還好嗎 醫院怎麼說 我們想說 你怎麼知道是要來問他媽媽的事情 好奇妙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他是不是認錯人 他是在跟我說話嗎 說我媽媽對醫院說 可能是肺腺癌 所以我來這邊問問看 然後他又再確認一次說 我是預約一點的那個人 這樣 因為我朋友想說 我又沒跟你聊到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認錯人了 所以我朋友就跟他說 我是預約一點的那個人 那個人就說 對啊 我知道 這樣 你們有打電話來預約一點 這樣 然後我朋友就嚇到 想說 天啊 他怎麼知道 就是我是來問媽媽的事情 然後而且還做完檢查了 然後結果後來 結果他們就請那個 走馬就開始 就是來問事情 然後告訴他 他媽媽接下來的命會怎麼樣 然後問完之後 那個廟裡的人就跟我朋友說 改的話也沒辦法 改到怎樣 就是沒辦法什麼改善 因為剩不多日子了 建議你這段時間 就把工作先停下來 好好的陪媽媽 然後我朋友一天就開始 一直哭一直哭 說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改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補救 然後那個廟方人就說 你就好好陪媽媽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過一個月 他媽媽就走了 超快速的 對啊 然後有時候又不得不信邪 覺得奇怪 人家怎麼會知道 他是來問媽媽的事情 而且也沒辦法改了 就這樣 對啊 如果找去可能有機會 對 早去可能早點問到 還可以知道說 可以去什麼醫院 可以怎麼樣 可是太晚去了 所以我們都要把健康照顧好 接下來 現在湯正偉老師 有什麼小祕法 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能夠快速的改運 不求人 好 有時候你感覺到 自己運氣不好的時候 其實通常都是我們人的 陰氣比較重 畢竟我們是陽上人 那陽上人當然就是 如果你的渾身 都充滿了陽氣的話 你的人也比較會思考正面 做事比較積極 但如果你的陰氣 比較上升的時候 人也會感覺 真的就負面思考比較多 而且也比較容易生病等等 情緒會不穩定 所以如果當你有一些 感覺自己運氣不好的時候 最直接而且很有效 對健康也有幫助的 改運方法就是 多去曬太陽 對 曬太陽是真的 非常的有幫助的 那一般來講 曬太陽有幾個技巧 因為很多人怕黑 變黑 或是曬傷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要以改運的方式 來曬太陽 接受這個太陽的陽氣的能量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才會讓你比較側頭側尾的 把運氣變好 曬太陽 有的曬得不好 會有那個燥灰搭對不對 有的人打得比較久的 對啊 有的 或是有剛打完雷射 不能曬太陽對不對 有時候曬完就是 會有陽光小脈色 是 所以如果你怕黑的話 那當然你就先擦好防曬 做好準備等等的 但是人一定要多接觸陽氣 那尤其你看 像家裡的風水 如果你的家裡 一直都沒有受光面的話 家裡也會陰暗跟潮濕 所以我們常常講 我們是陽上人 那我們要住在陽宅裡面 所以陽宅如果沒有陽光進入的話 這個房子住進去 不會忘的 那有一些人會說 福地福人居 確實 有一些人命格呢 就是還是比較適合住在一些 可能沒有那麼有陽氣的房子 也會有這樣的人 但是畢竟是少數 所以如果我們要改運的話 去曬太陽 好 那曬太陽怎麼曬呢 很簡單 你可以運用我們的傳統的一些 書本 例如說農民曆 農民曆或是下的手機APP 也可以下載農民曆 或是很多各大廟宇都會送 或是鄉鎮公所也會都有 那農民曆打開 曬太陽是每天都可以曬的 不論今天是什麼樣的日子都可以 好 那記得呢 如果你要挑一個比較有能量的日子的話呢 那你就挑農民曆上面有開光祈福的日子 因為通常有這兩個的日子呢 都會是好的日子 可以開光可以祈福都是好的日子 通常都是 好 所以有開光跟祈福呢 但這一天表示他的能量越強 好 所以當然每天都可以 只是你要針對有開光祈福 但會更好 好 那你看到有這個日子之後呢 你就看農民曆上面呢 都會有一個 今天的財神在哪邊 他有一個財方位嘛 那我們就根據財神的位置 例如說今天的財方在南方 或是吉方 他有些會寫吉方 那你就看吉方假設在南方 那你就記得出大門的時候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那是不是我家住公寓大樓 那我是要出我公寓外面的門呢 還是樓下的大門 當然是樓下大廳的大門 因為你出你這個公寓的大門 可能是電梯間 而且有些那個電梯間 根本還沒有陽光的 所以你要出樓下的那個大廳出去的大門 然後你就往南走 那當然有很多人問的很細說 南方怎麼找 現在手機很方便 南方怎麼找還要問 真的很多 太陽出來的地方 五點到七點就是東方 那如果你是南方的話呢 就看太陽如果你不會看的話 手機打開有這個指南針 指南針一打開 他自己就會跑了 你就往南走 那往南走走七步 你就往南走走七步 然後你就臉面向陽光 然後陽光呢 這個光線就是在你的眉間 這個眉心的地方 你就觀想 有一個太陽的紅光 到你這個眉間當中 這一個就是儲藏力量很強的 包含我們在那個 藏環佛教當中 有很多的 有朝南方走七步 那你中午以前早上 太陽就在東方 就在這裡 對 然後下午就在這裡 對 你現在白金 不要暗暗 就在那裡 你現在緊在你的眼睛 你看 你可以先看了陽光 不能眼睛直視 會受傷 所以你就大概 看了幾秒之後 你就閉上眼睛 通常會有那個餘光 對 會到你的這個 你就把它觀想在眉心 這個地方 然後有紅色的光 因為紅色的光 也代表是一個 我們常講 照顏佛教有一個 大自在佛墓 它也就是一個 佛墓的光 會映在你的眉心之間 它是一個非常有除慧 除脹力量的一個能量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觀想了 大概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其實它就可以很進化 你的整個身體的磁場 效果是非常好 那曬太陽是一個仔細的方式 那當然還有一個 民間習俗的方法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例如說你今天去廟裡面拜拜 那你就可以去繞那個天公爐 對 就是有一些大廟啦 真的大廟 因為其實有些廟呢 還是比較屬於那種 你不要拜到陰廟 你要拜到大廟 大廟 正廟 順時鐘嘛 順時鐘 繞天公爐的那一種 對 好圓長啦 對 要繞幾圈 好 基本上繞到36圈 36圈 36圈喔 真的 圈內 大家不要懷疑 陽氣很重 但是你不要再快就頭暈 就慢慢當散步 你就這樣繞 對 因為其實36圈呢 也代表就是 那是旁邊人家插箱怎麼辦啊 沒有 就30 它代表有36天鋼 就你拜完拜拜的時候 你可以去繞 當作散步 那人家要插箱啊 你在那邊繞 你可以 你不用 你就慢慢繞啊 你不要打擾到別人 對 不要打擾到別人 你可以繞大圈一點 對 繞大小圈 慢慢繞 如果旁邊有義工師兄師也會說 哎呦 師叔 你要休息一下嗎 一直就在暗示你 你要怪怪的 其實這個是可以這樣繞 但是我們一般到朝聖的話 去洗澡的話 我們都會繞佛塔 繞佛塔 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 是是是 對 但只是說我們一般在 天公爐一般是在戶外嘛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 在中午之前的陽光呢 當然它的陽氣比較十足 所以在邊繞的話呢 你也是邊接受陽光的能量 也是不錯 所以以上兩個方法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